那我刚开始上去是很兴奋 我上一秒就还很感情 然后下一秒就是我在吐 然后他在帮我拍杯 哈喽Asia1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钟子杰 哈喽Asia1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树瑶 在流氓驱魔师的《楚曾湾》这部电影里 我饰演的是阿杰李源杰 他最有趣的地方 可能不是他的灵魂 不是他的个性 不过是他的天赋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驱魔师 我在这部片里面饰演的是阿杰 然后他就是一个比较天真浪漫的女生 有趣的事情可能都是遇到他吧 我有一个是被他扛在身上跑的一个画面 对然后还有我们两个之间 小谈恋爱的故事 也算是比较可爱的 是 看了会让你有想谈恋爱的冲动吗 你讲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有 首先对我来说 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在槟城拍戏 毕竟离新加坡很近嘛 然后很多其实可能文化这些的东西也都比较相似 不过你是第一次在那边拍戏吗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瑶瑶会有比较不同的一些体验吧 对结果第一印象是热 真的好热 然后是那种正中午12点绝对不能出来工作了 因为那时候摄影师都会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在下午3点开工 对然后再来就是虾面好好吃喔 福建虾面好好吃喔 怎么会这么好吃 然后还有琉璃也很好吃 然后今天直接很贴心就是可能想吃什么 他就会就是想办法帮我买 然后他每天早上都会固定帮我买 看我想喝果汁还买果汁 我想喝咖啡还就买咖啡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有一杯早餐的饮料 拍的好像第一天是有带我去稍微逛一逛 对不对 然后有去了一家咖啡厅 然后还有去了一些比较像文创的那种小店 是 因为可能这部戏我们的档期都比较很近 你说真正去逛街的时间也没有 然后因为这部戏其实很多拍摄我们都是通宵的 然后拍完了也就早上的 店也都没开 所以说逛也是真的没有怎么逛 但他没有带我去吃到榴莲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榴莲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他们知道了 就是导演跟子杰就有带我去就是那个街边 然后就吃到榴莲这样子 我觉得他那段时间应该吃榴莲吃到有点差了 下槟城拍戏就是好开心喔 就是各种吃 有啦我自己还是有去逛一些小小的也是咖啡厅的那一类 为什么你没有揪我 因为你是很辛苦的男主角 你一个人要担当整部片这样子 所以你没有机会 我个人本身就是灵异事件 我个人本身就是灵异事件 这样算剧透吗 ok啊因为我们整部戏都是关于驱魔 ok对对对我个人本身就是灵异事件 是其实我觉得灵异事件讲真的 呃这部戏是没有什么很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啊灵异的东西 不过是有比较我觉得神奇的东西啦 因为其实在开拍之前呃就是导演有安排我们跟一个师傅见面啦 跟他讨论一些驱魔的东西啦 之类的然后他就是有跟我说其实我跟关公很有缘啊 然后我们刚好我们其中一个主景就是在一间关公庙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每天开工之前都会求平安啦之类的 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要拍要开拍的有一天他突然就乌云密布啦 就是要下大雨的感觉 然后我就想我可以试一下然后我就去上了几只箱然后就呃 求关公就是让我们拍摄顺利之类的 过了一下子马上乌云都没了完全没下雨 而且不只是一次有两三次都是这样所以觉得蛮神奇的 我从来没有拍戏拍到吐过耶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拍戏拍戏 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掉尾牙的 我就很喜欢强试一些一般平常没有办法强试到的东西 那我刚开始上去是很兴奋 我上一秒就还很开心 然后下一秒就是我在吐然后他在帮我拍杯 因为掉的时间太久了 对其实不是因为不安全或什么 是因为本来人体都会有一个极限 对然后我们那场戏又是特别重要的戏 所以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琢磨这样子 《流氓驱魔式》的《出征1》5月30号会在所有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电影院都上映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对因为其实这部片我觉得真的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面讲的故事其实非常的多 然后我希望就是透过这部片大家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启发或收获 因为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是超现实的跟人生跟灵魂有关系的内容都有在里面 就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还有看他很精湛的演出 遇强则强被强者带起来的 是 拜拜 谢谢 这辈子能遇到你 我真的很幸福了 你以前说过你长大要当医生的 那为什么现在你还不要救人 你是狗师师 天宁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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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